那今天呢就是先跟大家说一声晚安 那我们今天就是有三个英文的问题 还有两个中文的问题 那第一个问题呢就问到说 如果呢我们为了健康 还有说为了卫生的状况呢 那是否呢可以杀蚊子 那格西亚就回复到说呢 就是佛陀在自戒的时候呢 就是杀戒呢它是属于性罪 所以呢就是既然是性罪的话呢 就是你只要照下了 无论说你是因为什么样的目的 就比如说对于我们凡夫来说的话 或者说你出修者来说的话 我们仅是为了个人的健康 或者说卫生等等状况呢 然后杀蚊子的话呢 那实际上他呢都是犯下了杀业 那因为呢他就是危害了有情的生命 那对于说性罪呢 就是以别卸托戒来说的话呢 是都不可以 都是没有开许的 也就是任何时候呢都不能造的恶业 所以呢如果以 戒论的这种解释方式来看的话呢 就是我们是不可以因为个人的卫生 或是健康等等原因呢 然后来杀害蚊子 当然是有特例的 就比如说以菩萨来说呢 当菩萨他有强烈立他的目的的时候 那这种特别的目的呢 是为了可能伤害了一个友情 但是可以利益到更多友情 就是有具足大利益的时候呢 那以菩萨来说 他们有这种发心的时候呢 那有时候是有特别开许的状况之外 但是以我们一般就是凡夫 或者说出修行者来说的话呢 那这样子呢是都不可以的 因为他是属于性罪 那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呢 就以十二业来说 比如说以杀业来说 如果呢我们有杀的这个想 就是我们有意乐有想 但是呢我们的家行 就是身口的家行呢 并没有去做 仅仅只是想要去杀生的话呢 那这样子呢会感觉什么样的果报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之前有讲到说 二业呢他又可以分为就是 亲中重三者 那对于说呢我们仅仅具备了就是杀意 但是呢却没有就是身口的这种 真实去杀的这个行为 没有家行的话呢 那这个呢算是亲的这种恶业 那亲的恶业呢 他所感的果报呢 就是投生到出生到去 因为呢我们有讲到说 当具备了意乐 然后家行 还有正行的时候呢 这三者都具备的时候 那这种就是处于强大的恶业 那这种重的恶业呢 那他所感的果报是 堕落到地狱道去 但是呢如果没有意乐 那只有家行 就是有适合家行这两者 就是正行还有说家行这两者呢 那是属于中等的恶业 那会堕落到恶鬼道 那如果呢是只有意乐 但是没有家行 跟适的话呢 没有适合家行 只有意乐的话呢 那属于是轻的恶业 那会堕落到出生到 那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想请问格西拉 就是对于说像是重病的人 还有说像是出生呢 比如说我们在放生的时候 那对他们称念佛头的名号 或者是为他们发愿呢 因为他们听不懂的缘故 所以这个业道呢 是没有办法成立的 那这样子的话 对这些友情呢 是否能够有所饶意 那格西拉呢 就回答到说呢 就是像是我们在放生的时候 或者说呢 对于一些比较重病的友情 那我们对他们称念佛头的名号呢 那这个样子 是否是有帮助的呢 那格西华说 这是一定有帮助的 因为呢 我们在临终的时候呢 仅仅呢 就是听闻到佛头名字的声音 就是听到佛名号的声音 即使呢 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呢 那都可以在意识之中呢 留下殊胜的旗器 所以呢 这个留下殊胜旗器的这一点呢 不管你的业道是成或是不成呢 那它都是可以成立的 所以呢 不管怎样呢 我们对他们念诵这一些 诸佛的名号 或者说呢 诸佛的这一些 他们的咒语呢 或者说为他们发愿回向呢 那都是有帮助的 而且我们也有这样子的 也有这样子的习俗 就像说在放生的时候呢 我们持受完之后 会为这些放生友情 就是帮他们吹气 那这种呢 都可以帮助他们留下一些 种下一些良善的这种殊胜旗器 那之前呢 我们有讲过说就是 世青菩萨呢 他在背诵五百部佛经的时候呢 那时候呢 就是有一只乌鸦 那这只乌鸦呢 因为他的草呢 他族的草呢 就是离世青菩萨 课诵就是念诵这五百部 经典的地方呢 非常的近 所以每天呢 世青菩萨在背诵这五百部 经论的时候呢 那这只乌鸦呢 他就会听到 那虽然说呢 他完全不懂得说 世青菩萨到底是在念什么东西 但是因为 他听到的这个功德 他种下了这个良善的喜气 所以他来世呢 就成为一个 非常厉害的大成就者 那接下来的问题呢 就是想请问格西拉 就是请问善意的谎言 算是妄语吗 那这个问题呢 就是像刚刚一样 就是除了呢 菩萨呢 他本身有这种强大的 立他的这种特殊的殊胜目的呢 那除了菩萨 他因为为了其他友情 那有这种特殊目的之外呢 那可以开许就是 可以开许之外呢 那其他的时候呢 应该也还算是就是妄与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往往呢 就算是在 因的时候呢 就是在意乐的时候 我们可能是有一个善心 但是呢 我们在真的在做的时候呢 可能会掺杂了其他的这种意乐 所以他还是会有过失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 就是因为在经论里面呢 就是结论里面呢 有提到说就是 当一个比丘呢 他在路上 比如说他遇到一个猎人 那这个猎人呢 他刚好就是可能射箭 射中了一只动物 那这个动物呢 从他眼前跑走 或是说呢 这个屠夫呢 他看到某个猎物 他想要猎杀这个动物的时候呢 那这个比丘看到动物 从哪边过去的时候呢 那这个猎人在问说 你刚刚有没有看到 什么动物的时候呢 那这个比丘呢 他只能顾左右而言他 就是他不能够说 这个动物去哪边 因为他如果说 这个动物去哪边的话呢 会造成说这个猎人呢 他会去伤害这个动物的生命 所以他不能说动物去哪里 但是呢 他如果说动物如果往东 他如果说往西的话呢 就会造像望雨月 所以这个时候呢 比丘他只能顾左右而言他 或说讲一些不相关的话 既然说有这样子的案例呢 就表示说即使呢 我们有善意 我们有善意 但是呢 你具备上的善意呢 如果是凡夫的话呢 你讲的谎言呢 他一样还是属于望雨 那最后一个问题呢 就是想请问格西兰 就是夜和夜道之间的差别呢 在哪里 那我们以十二夜里面的 就是杀生的夜来说的话呢 那以杀夜来说呢 就是杀夜里面所讲述到的 比如说一开始呢 就是我们还没有杀生之前 那在杀生之前呢 我们会有一个 想要杀的这个私心所 就是我会想到说呢 我要去杀生 然后会升起这个私心所 那这个私心所呢 他就是属于 他就是夜 但不是夜道 就是我们所讲的夜呢 就是要是私心所 那夜道呢 他就是要一个牲口的行为 就比如说我们透由教授别人去杀 然后就是杀夜圆满 或者说呢 自己亲手去杀 那杀夜圆满的这种呢 那就是这种牲口的行为呢 是夜道 那在一开始呢 就是在想呢 要杀生的这个私心所呢 就是要思维到 哦我现在要去杀生 这个私心所呢 他就是 他就是夜 他就是夜 但并不是夜道 那 那如果是以最后面的贪嗔邪见呢 那这三者来说的话呢 就是如果说呢 当我们的贪嗔邪见这三者呢 那已经圆满 就是我想要去 一开始我想要去偷 我想要 我想要获得这个东西 然后想到说这个东西呢 能够变成我的 那当我们这样去想 然后究竟呢 就想要说 哦我要获得这个东西 就是当你的 贪嗔邪见呢 都已经圆满的时候呢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称之为是夜道 但不是夜 就是贪嗔邪见三者圆满的时候呢 是夜道 不是夜 为什么他不是夜呢 他不是夜的原因呢 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想要说呢 就是凡是夜的话呢 他是属于是私心所 他在心所里面呢 他是属于私心所 但是呢 贪嗔邪见呢 他本身就是属于贪心所 称心所 还有邪见心所 他们是各个不同心所的缘故 所以谈心所呢 他本身呢 并不会成为私心所 所以呢 贪嗔邪见三者圆满的时候呢 他是属于夜道 但并不是夜 那这个呢 就是夜和夜道之间的差别 因为我们在讲书夜的时候呢 就提到说心所造的夜 那心所造的 心呢 去造作的这个夜 那心去造作的这个夜 是如何造作呢 就是透游施 就是我们去想要干嘛 想要干嘛 这个施呢 而造业的 所以 施心所呢 他本身是属于夜 那贪嗔邪见 他圆满的时候呢 是算是夜道 不能算是夜 那这就是夜和夜道之间的差别 所以呢 那如果说我们讲的简单一点的话呢 就是深山夜还有口四夜呢 他本身呢 就是深山口四 他本身是属于夜 然后呢 也是夜道 那后面呢 就是贪心 贪欲称慧 还有邪见三者呢 他本身呢 是夜道 但并不是夜 他为什么不是夜呢 因为呢 他不是 因为他为什么不是夜呢 因为他是烦恼的缘故 就是烦恼和夜呢 他本身是不同心所的缘故 所以后三者呢 他是夜道呢 并不是夜 那前面七者呢 深山口四呢 就是他是既是夜呢 也是夜道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进入安乐道论 那在安乐道论呢 我们已经讲到就是 在贡下世道呢 该如何的修持 那在贡下世道 该如何修持的时候呢 我们就讲述到说 他又分为了就是四个科判 也就是 思维史无常 思维三恶俱苦 然后呢 还有思维就是 皈依 然后以及最后呢 就是 身心夜果 那身心夜果呢 在安乐道论里面呢 就是他只有一点点而已 但是因为夜果对我们来说呢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就以其他 道次第的这些教授呢 然后来做一个比较广泛的研讨 那在研讨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讲述到 夜果的时候呢 又分为三个科判 那这三个科判呢 又分为就是思维总夜果 然后呢 思维别夜果 然后还有呢 思维之后呢 正行禁止之力 就是我们该如何的取舍 该如何的去做 那第一个呢 在思维总夜果的时候呢 那我们又讲到说就是 证明就是 就是思维总夜果的道理 然后还有第二个呢 提到说是分别思维 那在讲述到分别思维的时候呢 那就又分为三个科判 那这三个科判呢 就是又分为显示黑夜果 显示白夜果 然后还有呢 夜雨的差别 那在显示黑夜果的时候呢 又讲到 第一个呢 就是正显示黑夜果 就是告诉我们说 黑夜果呢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第二个呢 讲到的是轻重的差别 那第三个呢 就讲到说 造了黑夜之后呢 那它所感的果报呢 是什么 那我们商谈科呢 已经讲完了呢 就是正显示黑夜道的部分 那在讲述就是 轻重差别的时候呢 那以就是 广论来说的话 那广论它本身呢 第一个就讲到说 实夜道呢 它的轻重 那第二个呢 就讲到说呢 就是略视距离夜门 就是说讲到说 我们透有什么样的劲呢 然后会产生比较重的夜 所以讲到说呢 略视距离夜门 然后一开始呢 在讲述到说 实夜道呢 就以黑夜来说呢 那实夜道的轻重的时候呢 那它里面呢 就是引了不同的经论 引了三部 就是不同的经论呢 就是引用了就是 借论 然后还有呢 就是 另外两本论点呢 那总之呢 就是透有16种方式呢 来讲述说 实夜道的轻重 但是呢 我们还是可以把它呢 这16个呢 把它做一个收摄 那在这里面呢 所讲的16个呢 就是提到说呢 本地分呢 就是讲到了六项 那在亲友书里面呢 讲到了五项 那以及呢 在戒论里面呢 就是也讲述了五项 那这16项呢 就是可以收摄为六个 那这六个里面呢 就是第一个呢 就提到说 就是因为久坐故夜重 就是因为我们长时间呢 去坐的缘故呢 所以夜呢 会变得重 那第二个呢 就是提到说呢 因为家庭的缘故呢 所以会变得重 那第三个呢 就提到说 因为事的缘故呢 就是我们所对的事呢 就是我们的对象 如果是上司父母 等等的话呢 那因事 事的关系呢 我们对近的缘故呢 所以是夜重 那第四个呢 讲到说 因为异乐的缘故呢 然后所以呢 夜会重 然后第五个呢 讲到说 因为无对峙的缘故呢 所以夜会重 以及第六个呢 因为它体性呢 本身就是重的缘故呢 所以夜会重 所以提到六个呢 就是从六个方面 来讲述到夜的轻重 那第一个呢 就讲到说呢 因为久坐的缘故呢 或说我们因为 常时串起的缘故 因为串起的缘故呢 所以呢 它的恶业呢 会变 因为现在在场黑夜 黑夜的缘故呢 所以因为常串起缘故呢 所以会变成重业 那就比如说呢 我们不是以强猛的这种烦恼呢 作为意乐 就像是我慢也好 或者说坚定的心也好 或者说呢 想要伤害他人的心也好呢 那这三者呢 虽然说 我们不是透有强猛的意乐 但是呢 因为在心绪之中呢 会一而栽再而栽 不断的生起缘故 所以他本身呢 虽然说 即使呢 不是重罪 但是因为透游 长时间串起 长时间累积呢 那累积到最后呢 他就变成了重罪 所以第一个呢 是讲到说 因为串起呢 而成重罪 那所以呢 就像是盗贼 小偷呢 或说以屠夫来说呢 他可能就是 长时间呢 在串起 就是偷东西 或是长时间呢 在串起 杀业的缘故呢 所以他这个恶业呢 会变成重业 虽然说呢 他并不是以强猛的这种意乐 那他的对境呢 可能也不是 像是距离业门的这种 猛业的这种猛的业门 但是呢 因为呢 长时间串起的时候呢 所以这些呢 都会变成重业 那反过来说呢 对于白业呢 白净业呢 也是一样 如果说呢 我每天呢 就是拜佛 好每天呢 来做客送的话呢 那同样呢 我们也是每天在串起 善业 那这个呢 也会变成重的这种善业 那第二个呢 所讲到的呢 就是提到说 就是透游 就是异乐的缘故 异乐重的时候呢 那它会变成重业 就是讲到说 譬如我们是以 极为猛力的烦恼 异乐呢 然后来造作这种业的话呢 那这个业呢 在造出之后呢 它本身呢 就会变成一个重业 就是由我们异乐 异乐的缘故 由强猛的这种烦恼呢 作为异乐 而造的黑业的话呢 那它所造的呢 就是属于重业 那同样呢 如果反过来说呢 就是我们透游 就是强力的这种 善的异乐呢 来造作善业的话呢 那它同样呢 也是造下这种重的善业 就比如说呢 我们的异乐呢 是在无贪 无辰 无吃 在没有烦恼的之下呢 然后我们去做拜佛 或是供养呢 那因为一开始就具备 这种善的异乐的缘故呢 然后在正行的时候呢 我们因为行这些正事 而升起欢行的时候呢 那所造的呢 就是种的这种善业 那第三个呢 就提到说家行 因为家行的缘故呢 所以业重 那家行的缘故 而业重呢 就提到说 就比如说以沙业来说的呢 就是在我们用 在沙的当下呢 然后用这种残忍的手法呢 去折磨 那这种呢 就是属于比较重的业 比如说呢 就是还没有死之前呢 就把它的皮呢 给剥下来 或是活生生的呢 拿在火上呢 去烧 或是丢到水里面去煮呢 那就是 这是属于在家行方面呢 比较重的业 所以呢 第一个是串息 那第二个呢 是异乐 第三个家行 就是说我们正在做的时候呢 是用残忍的方式杀害 那还有呢 就是属于家行 家行的呢 也比如说就是 在杀的时候呢 那对方呢 就是觉得很疼痛 在就是故意呢 要让对方疼痛呢 然后就是用这种 折磨虐待的方式去杀呢 那这个呢 也是属于这种 家行重的 然后呢 还有比如说呢 自己在做的时候呢 除了自己杀之外呢 然后也叫别人呢 一起去杀 就是叫做他人去杀呢 那这个呢 都是属于家行 家行的缘故 所以业重 那同样的呢 如果反过来说呢 那以白夜来说的 就比如说 我们在布施的时候 或是供养的时候呢 或是拜佛的时候呢 那我们都能够 加上就是精进的这种 以精进的力度呢 然后去布施 供养拜佛等等呢 那这些呢 也属于算是 善业的家行重 故所以呢 业重 那第四个呢 就讲到说 无对质呢 无对质而业重 就是说呢 没有特别去对质呢 所以导致呢 变成重业 就像是呢 我们知道说 我们造恶的时候呢 可以透游势力去忏悔 或者说呢 透游慈戒的方式呢 然后 然后来做 或者说游慈戒 然后拜佛呢 供养等等呢 然后来做一说 我们恶行的这种对质 但是呢 如果说我们造了这些 恶业之后呢 然后不去做任何的这种善业 就是不去做任何的对质 然后你也不持戒 然后也不拜佛 也不供养等等呢 那这种就是因为 没有对质的缘故呢 所以会变成重业 那反过来说呢 就是如果说一个人呢 他完全不去造作任何恶业的话呢 那他所行的善业呢 都是属于无对质的种业 其实没有对质 没有这种恶业 去做他的对质缘故呢 所以他所行的任何善业 白金业呢 全部都是属于种业 那第五个呢 就是因事故而业重 那这边的事呢 就是指说我们的对象 就比如说呢 如果对象呢 是自己的父母上司 或者说呢 像是对于就是有学到 就是见到 还有修到的这些圣者 或者说对于菩萨 或者说对于身为原觉 阿罗汉等这些对象呢 这种殊胜的对境 殊胜的对象呢 那我们所做的任何 像是供养啊礼拜等等呢 那这些呢 全部都是重业 都是因为事呢 也就是因为对境的缘故呢 所以你造下的呢 都是重业 那对于父母来说呢 为什么对他们 所造的业呢 都会变成重业呢 因为呢 父母最主要呢 就是因为利乐我们 就是帮助我们 然后让我们能够成长 他最主要就是利乐 我们的缘故呢 帮助我们的缘故呢 所以我们所对他造的 无论是善业呢 或是恶业呢 他都会变成重业 那如果说是对于上师 还有像是菩萨 或者说像这些 生儿阿罗汉等这些圣者呢 那对他们造业呢 会重的缘故 是因为说功德的缘故 因为呢他们是功德田的缘故 所以无论对他们造下 任何的善业 或是恶业呢 都会变成重业 所以对于我们的利乐田 以及功德田恶者呢 你所行的任何善恶呢 他都会变成重业 那以杀人和杀出生来说的话呢 那对于说杀人呢 那杀人的业呢 会比杀出生的业呢 还要来得重 为什么呢 因为以索医生来说的话呢 就是人呢 算是比较善的索医 或者说他是属于 比较高等的索医的缘故呢 所以杀人的恶业呢 会比杀出生的恶业来得重 那同样都是出生到的友情呢 那杀就像是虫乙 还有像是杀就是 黄牛水牛等呢 那这种相较起来呢 就是杀体积大的这种动物呢 他的恶业呢 会比较大 那为什么说 同样都是动物呢 然后杀体积较大的动物呢 恶业会比较大呢 因为他体积大的缘故呢 所以他的痛苦呢 也会较大 那第六个呢 就讲到说 因为体性的缘故呢 所以业重 那以体性来说 业重的话呢 那就以身口 身口的七种业道来说呢 就是前者呢 叫后者为重 然后越后面的呢 就越轻 就是以旗语来说呢 旗语和恶口比起来的话呢 那恶口的业呢 比较重 那恶口和两蛇比起来呢 那两蛇又比恶口来得重 那望语呢 又比两蛇来得重 那谐音呢 又比望语重 那偷盗呢 又比谐音重 那塞业呢 又比盗业呢 更重 所以就是从杀到 盈望 然后呢 两蛇二口其语呢 就是前者呢 会比后者来得更重 那对于说 异的三种业道呢 就是贪欲 称慧 还有邪见呢 就是后者呢 比前者呢 还要来得重 就是后后呢 重于前前 那这个根 就是身口呢 刚好是颠倒过来的 身口呢 是前前呢 重于后后 那到了 呃 异业的时候呢 异业是后后呢 重于前前 也就是呢 邪见呢 重于称慧 然后呢 又重于贪欲 那这里呢 就是在讲述到说 身口两种恶行里面呢 身口的恶行里面呢 最重的是杀业 但是在十二页里面呢 最重的是邪见 就是整个十二页里面呢 最重的是邪见 那是在身口两种里面呢 最重的是杀业 那在这里呢 就讲述到说 就是如果呢 我们对于一个对象呢 就是呃 常识的时候呢 我们十二页呢 如何会变成最重的业呢 就比如说 我们长时间呢 去杀害他人 就是一个人呢 他长时间 他长时间呢 就是以杀业为也 然后呢 他又不去行善 然后呢 他的意乐呢 又是以强力的称心呢 来作为他的意乐 然后呢 他的对象呢 是对于他的父母 或是我们所讲的 有学到的这些圣者 然后呢 他以残忍的方式 去做伤害的话呢 那这样去杀的时候呢 他等于是六种种业呢 是完全都具备的 那刚刚讲的状况呢 是属于最重的这种恶业 那最轻的恶业呢 就比如说一个常识呢 在照善的这个友情 那他也没有生起这种 强猛的这种烦恼呢 来作为他的意乐 那他呢 也只是就是 短暂的时间呢 就是偶尔的呢 说了旗语这样子话呢 那这种呢 算是最轻的这种恶业 所以呢 我们时时呢 就要透游正念呢 然后观察自己的山门 然后呢 看自己的 看自己呢 的心呢 是处于善 还是不善 还是属于无忌呢 就是要随时呢 认识清楚 然后呢 即使呢 我们照下了就是 小小的恶业呢 那对于小小的恶业呢 我们也不要去沾染 就是任何微小的恶业呢 都尽量不要去沾染 那即使呢 不小心就是 违反了这些小小的恶业之后呢 那也不要放着 而是呢 要立刻的去做忏悔 然后不要让这个恶业呢 就是遗留到隔一天 那讲完了就是 轻重差别之后呢 那接下来呢 就是略适 就是聚立业门 那我们在讲述 聚立业门的时候呢 那又分为适者 那聚立业门 第一个呢 就是透游福田门呢 孤力大 那第二个呢 是因为索一门呢 孤力大 那第三个呢 就是因为事物门 所以力大 那第四个呢 是透游一乐门 所以力大 那我们在讲述 就是由 福田门的时候呢 那最主要呢 就是讲到说 我们的对象呢 是像是三宝 或者说我们的上师 那或者说呢 他并不是我们的上师 但是呢 和我们上师 具备一样功德的这种 这种人 或者说呢 对于我们的父母 那就刚讲到了 就是因为父母呢 还有上师呢 他们是我们的利乐门 然后也是功德门的缘故呢 所以对他们呢 无论说 我们造的业呢 是小业呢 或是大业呢 那因为说 他是殊胜的 殊胜禁的关系呢 所以他都会变成 都会隐身大福 或是大罪 那就如同呢 就如同我们在对于像是 佛陀 或者说呢 对于菩萨 或者说呢 对于声文的这一些 生物圆决的这些圣者呢 我们只要 做一些 没有强大的这种意乐 但是呢 我们即使做一些 像是礼拜 供养等等呢 那都能够造下大善业 那这个呢 最主要是出自于 涅槃经 那涅槃经里面呢 就有讲到说 如果呢 我们是供养 占卜周呢 所有的友情 那也比不上呢 就是我们供养佛陀呢 一点点小东西 因为呢 佛陀呢 他是距离业门的缘故呢 所以我们只要供养 一点点小的呢 那所生的福德呢 是能够超越我们 供养一切友情的 这一种功德 那除此之外呢 就是在一些 其他的经论里面呢 有讲到说 如果呢 我们盖了一间 就是非常大的房子 那这个房子里面呢 就是安住了 就是所有 就是所有的 从一开始的 一开始的 就是四国的第一国呢 四国的第一国 然后第二国 三国 然后到阿罗汉 以及像是 毕之佛等等呢 就是里面呢 充满一切的这一种 二圣的这些圣者 那我们每日常识的 供养他呢 供养他们呢 那比不上呢 我们供养于就是 一个佛塔里面呢 他装有佛陀的设立的话呢 那我们的功德呢 是超胜于钱的 或者说呢 我们对于就是 呃 供养就是 或者说我们去塑造 佛像的这些功德呢 都超过说 我们在张布州呢 盖了一个大房子呢 然后里面充满 所有一切 身文原觉 圣者的这一种功德 那同样的呢 在《妙法连华经》里面呢 有讲到说 如果说呢 我们所圆的是诸佛 就是你圆着诸佛之后呢 那你把一朵花呢 就是抛到天上 那表示呢 你要供佛的话呢 那这样子的 你所造下这样子的业呢 那你所得的果报呢 都可以获得救荆涅盘 所以在《居立业门》当中呢 就提到说 我们要是 圆着佛宝呢 然后去造下任何的善业呢 那他呢都可以 同样的变成非常的 强猛的业 那第二个呢 就讲到说 由索一门呢 顾力大 那这边讲的索一门呢 讲的索一的呢 就是指说 一个呢 他对于恶业呢 是完全不了解 所以他造下恶业之后呢 他完全呢 就是不会产生后悔的心 那同样呢 他也不会生起一个防护心 就是将来不造作的 这种防护心 他完全不生起后悔心 以及呢 完全不会生起 防护心的这种人呢 那和这种人比起来 就是一个呢 他了解说 造下恶业呢 会感觉什么样的果报 所以他造恶之后呢 他会 他会去忏悔 然后呢 他会去后悔 而且他会去生起 防护心的这种人呢 就是这两种人比较起来的话呢 那前者呢 就完全什么都不了知 然后去造作恶业的话呢 那他的业呢 会比后者呢 来得更为的重 那这就是讲到说 所依的差别 所以呢 就是我们讲到说呢 就是如果呢 我们犯了错之后呢 就是造下了恶业之后呢 那对于之前所造的恶业呢 生起了就是追悔心 然后呢 追悔之后呢 又生起了将来呢 就是防护不造的这种 防护心 然后呢 去发禄的忏悔 然后去发禄 然后呢 而且发禄之后呢 如实的忏悔 那这样子呢 你所造的恶业呢 跟一个完全不了解恶业的人 他所造的恶业相比的话呢 那你所造下的恶业呢 会是比较轻的恶业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 比如说呢 对于一个就是 没有受过戒的人 那这个人呢 他就是尝试造作十种恶业 然后最后呢 去地 最后呢 多到地狱呢 所感到的痛苦呢 那比不上呢 就是一个出家人呢 就是有具体的 有 有 有戒体的出家人呢 那他犯下一个 就是最微小的 这种恶作的业呢 那这两者相比呢 就是 有戒体的这种出家人呢 他所造的这个恶业呢 就是比没有受戒呢 他造下十种恶业的 感受地狱苦的这个业呢 还要来得更为的重 那这个呢 就是所谓就提到说 有戒体的人呢 他如果犯下恶业的话呢 会比没有戒体的人呢 然后他的恶业呢 会来得更为的重 那所以呢 如果我们要是有受 再上是别泄脱律仪 或说呢 受菩萨戒 或说呢 受密秤戒 就是受了三秤密 三秤的律仪之后呢 那我们就要很清楚地了解说 每一条戒呢 是该如何的取舍 因为呢 当我们 如果呢 不了解说每一条戒呢 他是该如何取舍的时候呢 那我们犯下 造下了这种恶业的时候呢 那其实呢 他的恶业呢 是更为的重的缘故 因为他的所依门呢 叫为强盛的缘故 所以你造下的恶业呢 会更为的重 所以呢 我们如果受了三秤密 无论实际上是别泄脱戒 或是菩萨戒 或是密秤戒 那受此之后呢 就一定要好好的去持守 好 好 谢谢大家